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若敌从他的 获释迦所存 彼兼非如有 是否有何意 就是这个 他这个地方讲到的就是说 若敌从他的就是敌人 而其他人从其他人的身上就是得到了一些的动心 或者是他人家族存在的东西 这都是彼兼非如有 就是自己没有 这两个都是没有的 就是都是一样的嘛 反正就是他人的从他人将来 敌人得到一些东西 或者是他家中存在的东西 对自己来讲两个都没有嘛 所以一样的 不管是怎么样 一样的 彼兼非如有 就是这个意思 都是一样的 那 是否有何意义 对 那所以呢 这个就是施 施足或者是一个施足那个手上得到的 敌人得到的东西 这都是我们自己施足他在家存在的东西 跟敌人他已经得到的东西 都是对自己来讲两个都没有了 就是这个意思 那你对他产生的嫉妒 对自己有什么好处呢 就有什么好处呢 合意 有合意 就是对自己来讲有什么好处 比如说 这个是我们平常一般人的心态来讲的 确实如此 比如说 鼎音 就是我们所谓的世界人的干业当中 敌人就是自己的敌人 敌人是自己眼里就是非常非常的不好的 不悦意的对劲 对不对 所以呢 敌人他家中得到一些东西的时候 也许我们 听说他已经得到了一些东西的时候 我们也许产生嫉妒了 对不对 所以呢 刚才我们所前面讲的 施足家里存在的东西 跟敌人从他家就是得到的东西 都是对自己两个都没有的 但是你对他产生的嫉妒有什么好处 对自己有什么好处呢 就是大概就是这个 所以这个是我们常态嘛 常态就是我们一般人的心就是如此的 比如说自己一个不喜欢的一个人的话 我们就是他各方面条件越来越好的时候 所以心里就有点不舒服 对不对 所以这个是一般人的心态吧 所以一模一样 吉田文在告诉我们说 就像是他举敌人的例子来讲 告诉我们的 这个是对我们来讲比较适合的 对 我们觉得敌人常讨厌嘛 对不对 你不喜欢他 所以呢 对他产生容易就是产生容易嫉妒了 所以也称慧了 就是这样的例子就是比较适合 大概就是这个意思 好 若敌人从他施主处得衣食等 对 敌人以及从他的施主的处就是他安居的地方 从那里得到了衣食等 所以衣服跟或者吃的或者喝的等等 或施主家所存的财物 当然是施主自己家里存在的东西 比皆非如所有 对 这个东西对自己来讲没有嘛 这个东西都是自己没有的 对 当然是施主也好 或者是一个仇体也好 与佛接通 都是一样的 是否有接通的 就是大概就是这样 心生基督又有何意 那我们对他产生的基督对自己来讲有什么好处呢 大概就是这个 不合理 就是我们按照佛法的理论来讲的话 这个是不合理的 不合法的 我们平常讲不合理 不合法 对不对 大概就是这个意思 那再来就是 不依弃舍己之功德 我们不要放弃自己的功德 就是这个意思 刻判的意思 对 那在这当中提到的就是 经诵的话 何故弃福德 什么样的原因 是放弃了自己的福德呢 信后 其功德 当然是对施主也好 或者对于丧宝也好 对他人的信任和信性 或者是就是自己跟他人的功德等等 不熟利养因 那如果你不熟利养因的意思是什么呢 利养就是当然是我们每个人都追求 对不对 比如说 平常我们讲 利养是什么 利养就是我们世界人需要的东西 对自己有利益的东西 这个就叫做一个利养嘛 弥为利养 那我们就是这个上面加了一个弥为利养 平常我们这样讲 弥为就是我们 弥生越来越大 我们追求就是弥生越来越大 对不对 利养就是我们自己得到的利益就是更多 所以追求这样的话就是追求没有利养嘛 那所以我们放弃福德或者是信任 或者是一个布施等功德等等 原因是什么呢 不遵守利养因 我们就是自己不能遵守 没办法守护自己的利养因嘛 对自己有得到好处的一个因素 那是我们不能去守护的 这个概念是什么呢 那我就是给大家讲一下 对不对 他的意思 吉田菩萨的真理是什么 道理是什么 比如说我举例来讲 我们需不需要利养 当然是每个人都需要利养 对不对 那之前也是在吉田菩萨入洗流当中提到的 所有世间的一切的好 比如说举例来讲 世界和平 家庭和谐 还有自己心安里的幸福美满 健康 这些都是主要的它的因素是什么 你想想看 那我们一般人把这些的因素都是聚焦在一个 在一个吃和往乐上面 所以往往都是没办法达到自己的期许的原因 就是这个 我们完全是看错了 对不对 自己的幸福快乐的来源于就是一个吃和往乐 或者外在的念外的十一重心 所以自己的条件 这些的条件 那我们把这些的快乐的幸福 所以和平 所以凝迹的所有的因素 具处在一个 局限在于一个这样的一个吃和往乐内外的条件上面的时候 那究竟你就是完全看错了 无认了 那所以我们就是到目前为止 达不到一个游和安乐的境界的原因就是这个 你本来就是看错了 对不对 谁都会想 比如说我应该是做这样的事情才让我满足 所以才能够得到快乐 决定是欲望 我们是欲界的人 欲界本来就是欲界 这个世界就是取了一个欲 加了一个欲 原因是什么 安住于这个世界的众生是欲望太强了 所以这样的原因就是取了一个名字欲界 加了一个欲 对 这个世界 住在这个世界上面的众生 尤其是人类的话 欲望太强了 所以这个世界是取了一个 称他为就是欲界 那我们都是欲界的众生 那你看我们从小到现在为止 遵循自己幸福快乐的看法就是有点欢谬 扭曲了 刚才我们如前所说的 你想想看 我们都是一个成年人 你从小到现在为止 我们脑子里面想到的是什么 当然是不如质疑的是 每个人想要得到快乐 幸福快乐是不如质疑的 对不对 不仅仅是人类而已 连猫狗都应该是追求的 这是他们也就是这样的一个权力能力了 对不对 比如说我们也就是明明知道 给他喂他 那个食物喂他的话 他就是尾巴摇一摇 摇一摇 对不对 那你石头和棍子拿起来的时候 他就是摇牙切齿 为什么呢 他有这样的追求 他就是有一点的能力了 辨别的能力 我该要的是什么 如果就是棍子跟石头 他不喜欢的原因是什么 被打的话很痛 他不喜欢痛 对不对 那食物喂他的时候就很好 所以吃饱就是消除了饥渴的痛苦 他们也知道 那我们的人 我们是一个人类嘛 对不对 那我们追求就是幸福快乐 你想想看 从小到现在 我是追求幸福快乐的方式 或者是一个我们的走上的条路 有无错误 你想想看 回头去回顾一下 想想看 对不对 师尊讲的确实是禁辟的 有漏皆苦 诸喜无常 有漏皆苦 就是这个 三界所有众生的业余烦恼导致 所产生的所有的东西 都是一个有漏的 它完全不超出苦恼的本质 都是一个苦恼的本质 对不对 那所以我们这个阶段讲的就是说 我们追求幸福快乐 但是如何追求幸福快乐 你有什么方式来去追求 才能够达到你自己的期许 所以关于这个部分我们谈的时候 比如说这个地方讲说 不要嫉妒 不要生人家的气 我们通俗话的话 不要生人家的气 对不对 齐列布萨一直讲这样子 他为什么说呢 如果你生人家的气 或者是嫉妒的话 这个就是放弃你的福德 你看它的理论就是这个意思 你自己放弃自己的福德 那你自己放弃自己福德的时候 这个是你完全摧毁自己力养的因素了 那你不能守啊 你不能守候自己力养的因素啊 你想想看是不是这样 对不对 它的概念逻辑就是这个 比如说我们举例来讲 一直生人家的气的时候 一旦生人家的气 或者是成会出现的时候 它完全是就可以了摔水了 我们自己无时以来到现在 所联系的有点福德之间 都是一个摔水了 受到伤害了 对不对 那这样的话你就是 将来你得到很大的很广泛的一个 福报的结果的话 那就是你一直生人家的气的原因 你的福报摔水了 减少了 减短了 所以那个就是你放弃自己的功德 你不能守候自己弥为力养的一个因素 就是这个意思 这个是非常有道理啊 对不对 比如说我们生人家的气 一直嫉妒的话 那不断地造了很多的恶业 恶业的结果都是一个不愿意的结果 就是这个 它的理论就是这个意思 你看这里讲的就是说 何故 有什么样的原因的情况下 你放弃了福德 对 信货及功德 那不守力养因 力养因就是如果没有力养因的话 力养就不会得到的 力养也是结果嘛 如果它是一个结果的话 不需要依赖于就是一个因素导致的 就是产生的 那如果你没有因素的话 就没有结果了 这个是结对的嘛 那所以你的因素 名为的力养的因素 就是你已经摧毁了 有什么样的方式来摧毁呢 一直是嫉妒 一直称毁 所以摧毁你的力养的因素 就是这个意思 这很有道理吧 对不对 那我们就好好去想一想 如果我们真正的想要修习的话 你看 之前也是我跟大家讲过了 在纳兰陀大学里面的过去的大臣 就是他们引导的方式 非常非常的精准的 完全没有道题图书的 完全没有枯雪兰夫的 他们透有无数的真理 无有颠倒的政界 来去把佛宣说的所有的论点 经典的内容解释出来 所以我们就是他引导众生的方式 是非常非常的正确 他大概就是给我们的一个观念 就是一直真理 一直推理告诉我们 所以你们看 我就是我告诉你们 你们也好好地去思维一下 正是你这样的话 你对你有好处或者是没有好处 这是我们个人去好好地去探讨一下 你对自己有 看到了对自己有好处的话 那就是这样地去做就可以啊 为什么不去做呢 那所以可惜就是 很多人就是不想去研究 不想去学这些的教育 那怎么可能找到呢 得到幸福快乐的一个方式 没办法的 从现在到未始之间 都是一个怀抱着一种期盼 或者是大大的希望 那这样的一个 推到你死亡的坑里面了 没办法 就是这样 好 所以呢 如果你比较喜欢生气的一个人的话 告诉自己 不要天天都生气了 对不对 生气的话 伤害他人 而且伤害自己 这个是不好的 你一定要求包容安忍 这个是才能够你想要的 想要的就是就能得到的 比如说我举例来讲 我们谁都去遵循民为利养吗 当然是我们 每一个人某些程度上一定有这样的 比如说我们一直遵循民生 听到别人站在自己的赞扬自己的时候 心里有点高兴啊 所以不好意思说嘴巴讲 没有没有 不用了不用 反正心里有点高兴 对不对 反正就包括我自己了 不仅仅是你们 如果听到他人赞扬的时候 心里就很高兴 开花了 那如果听到一些被人家就是批批的时候 那心里就是完全是一个 有一点点冷冰冰的 不太舒服的 对不对 所以那个就是 刚才我们前面讲的 我们的追寻 我们的欲求 大概就是拥有这样的一个状态 所以我刚才前面讲的 不生气 修安忍 不嫉妒 不要竞争 这样的一句的话 你人本身是一个变成 我就是一个善良 善良 善厚善良的人 这样的话 你就不行 就假如你不遵循名为名身 就名身就来了 知道吗 那如果你遵循名身的话 大概更不用说 对不对 如果不遵循就是名身 也就名身就跟着来了 那不追寻这样的 就是万劣的条件财富的话 就是随之而来的 所以我们平常自己追求的目的 跟自己的做法 两个是完全是南越北越的 就没办法 就是这样 好 那所以不守利 因的意思就是这个意思 对 如果你就是一直献心烦恼的时候 你不能守自己利养因 原因是什么 利养因都是 可以说是我们世间的所有的吉祥 刚才我们如前所说的 世界和平也好 家庭和谐也好 社会和谐也好 家庭和睦也好 自己信仰理得也好 所有所有一切的吉祥 都是取决于质量 符合额质量 那这样的话 我们当然是一定要积累 符合额质量 原因是什么 我遵循它的结果 对 虽然我想要它的结果 但是我不想积累这些的东西 就是有点不合 不合逻辑吧 对不对 我想要就是那个鸡蛋 但是我不想养鸡吧 对不对 就类似一模一样的 OK 这个古代也比较适合了 现在不适合 现在就是不养鸡 也是鸡蛋的多的多了 对不对 所以夹鸡蛋 蒸鸡蛋都有 OK 好 这个是一个比喻而已 那所以我们就是 讲了一番高大善的一个画的话 切脱轮回 究竟涅槃 你看 这些都是依靠着 符合额质量而产生 对不对 那这个高大善的不要讲 我们就是平常日常生活当中来讲 所有的好的 这都是以多多少少依靠着 符合额质量 任何一种额产生者 所以佛告诉我们 一定要中上缝隙 做莫作 原因是什么呢 你要的东西是好的 好的因素是善 一定要积累善才对呀 你不要的东西痛苦 不愿意的结果 不愿意的结果 不好的东西都是 它的因素都是一个恶 所以呢 做莫作 中上缝隙 这个道理是合理的 如果你想要吃青蛤的话 一定要种青蛤种子 你想要吃白菜的话 一定要种的白菜种子 对不对 这样的话就是比较适合 对 好 愚合不成气 那如果你一直生人家的气 你为什么对自己没有生气呢 对不对 这个是问号了 今天故意告诉我们说 你常常都生人家的气 为什么生自己 没有生自己的气啊 对 照理来讲的话 他说 对自己生气就对了 原因是什么 你从以前到现在为止 你自己把自己带到一个黑暗的地方 你自己给自己就是无数的苦恼 那所以你自己 气自己吧 对不对 气自己就对了 对 不要气别人 就是这个意思 好 那再来 若称其他力 对 如果称他力 如果称会他人的利益 或者他人的话 欲及或比 对 对 你看 自己想要得到结果 对 则何故 因称他而 岂能得到 岂能得得力养之因 所以你弃人家 放弃了自己的福德 放弃自己福德的时候 你就是不能守护自己力养的因嘛 就是这个意思 福德即令施足深信之行 后持持境界 对 清击的戒律 后多文等其之功德 比如说我们听为佛法的多多的功德 这些的功德 若我不守力养之因 如果我们不能守力养之因 弥为力养之因的话 凡摧坏比 就相反来讲的话 就是你把它摧坏 对 摧坏 于何不成称会其 你为什么对自己没有产生称会呢 对 若其称会 如果你想要称会的话 灵当称极 对 照例来讲的话 我应该对自己生自己的气就对了 就是这个意思 原因是什么呢 他人几乎都没有错了 错的都是自己吧 那我们一般人的概念是什么呢 我们一般人的概念都是错的是别人 自己完全没有错 对 讲话也好 不管是行为也好 各方面 完全我是一个天下唯一的真人 错的都是别人 我一点没有错 这是我们从小就培养出来 这样的一个怪习惯了 这是不好的 确实不好的 比如说我举例来讲 你有点看出自己缺陷或者不足的地方的话 这个也是对自己有好处的 我们一定会就是小心嘛 对不对 你谁都不想看到自己的缺陷缺点 那如果你看出自己的缺陷和缺点的话 肯定会尽量去赶上 还是有赶上 还是有赶上 赶上的话 对自己有好处嘛 对不对 你完全不知道 你完全不知道 对 只看到别人的错误 别人的不对 完全是看不到自己的错误的地方的时候 那就傲慢就越来越增加 没有反省 不能去反省的 没有去那个检讨 这样的话你就不能进步的 就是这个 好 那接下来 应忧极过 魔忌他 忌他善 对 那这里讲说 如以扫造罪 不仅无忧悔 对 你看 我们一般人的话 自己玩戏扫造的罪 不仅仅是没有忧悔吧 对不对 没有就是愧疚感 不仅仅是没有愧疚感 反欲于习称 OK 佩服着 佩服着相争 对 那 他的意思是说 自己玩戏所造的罪 没有后悔 没有去懊悔 不仅仅是这样的 还是有看到他人的 他人修来的一个福报的 一个培养福报的结果 所以呢 看到的时候 对他产生了一种竞争性 我也要 我也比他强 我一定要有什么 反正就是这样子 所以呢 所以 陪伏着相争 的意思是说 跟他争 一直 所以 那个 竞争 就是这个意思 那 他的话的意思是说 比如说 应该我们的态度是不对的 那我们需要什么样的心态呢 今天说 如所造的罪 我们对他产生忧惠 傲 所以一定要发生内心局后悔 一定要傲 一定要有这样的感觉 对 优惠 优惠 对 那所以 反育于 习生 对 习生就是 相反 想要 于 过去有些人 曾经 所以 福报得来的一些的 结果看到的时候 跟他竞争 就是这个意思 好 惯行手造罪业 方为自身不得利养之因 对 那惯行手造的罪业 这个业是 方为自身不得利养之因 你看 总得起来的话 烦恼 烦恼一流下来的业障 这些都是我们自己得不到 利养的主要的因素 如果你今生有得不到利养 前面我们讲过了 比如说 一直称惠 一直忌妥的话 它的结果是什么 结果它的等流过的话 所以今天我在讲 也许你下一辈子 身为一个 就像是 假如是你身为一个人的话 也许偷生于 今生当中一直战乱的地方 战争 或者是发生惊慌的地方 那现在世界 这个世界地球的角落 很多角落也 还是仍然存在 如果你从下一辈子 偷生在如此的一个地方 这个是一个 惋惜你一直忌妒 一直称惠 等等这样的一个 扰乱的情况下 你造了很多的罪 这个导致就是你 偷生于如此这样的一个 不堪的一个不好的一个地方 就是这个 这都是一模一样的 比如说 如与手造罪 不及无忧悔 对 繁育于习生 那个陪伏者象征 就是这个 顽惜手造的罪 罪业 范围自身 不得力养之一 它就是 力养就是它的范围是比较大的 比如说我们对于自己来讲的话 我们自己该要的 我们对于自己有用的 好的都是可以说是一个 力养 包含这两个字 力养 之音 然如于此不及 心无忧悔 对 心里不仅仅是没有这个忧悔而已 凡事 欲于习生 佩服者 相互竞争 你看 相互竞争 OK 不能安然而生忌妒 是不合理 对 这个事就是这样 那所以竞争的话 竞争有不同的很多相对性来讲 比如说举例来讲 我们学佛的时候 有点竞争性的话 这个事就会变成你学习的动力了 他这么认真 学佛上 他修习这么认真 我也跟他一样的 我也要 这样的话 这个竞争是好的嘛 对不对 他穿得好漂亮的衣服 我也要 他开得很好的吃 我也要 他做豪宅 我也要 他吃大餐 我也要 对不对 各种各样的 对于世界的这种执着的形态 来去竞争的话 这是一个不好的 就是这个 所以刚才讲 就是相对性 对 平时就是一切法都是一个相对性 没有决定性 你看我们的人 我们脑子里面的干业就是 有 一定有决定性啊 那你们有没有干业 我们这个是干业上抢的 有决定性啊 哪一个是决定性的 你拿出来 绝对没有的 虽然我相信我们每个人都会讲 没有决定性都是一个相对性 但是你决定性的意思是什么 你知道吗 你想想看 你到目前为止 有没有决定性 这个事还是愚昧的 或者是一个 你清楚了解 那先我举例来讲 我们自己本身是不是一个决定性的 对不对 那这样讲的话 你心里产生什么样的概念 你想想看 那我们绝对性跟相对性 或者这两个的差别是什么 佛教讲的 一切法都是一个缘起 这个干业就是排除了没有 排除了有绝对性 缘起这个话 为什么这么说呢 那我这个地方 我跟你们讲一些道理 这样的道理也许我们下次 这个快上完了 那下策的上的时候 那最难的地方是智慧品 这个里面就是中观的毅力 有很多的这种的 为事啊 中观的道理啊 都会讲到 这个时候对自己有帮助的 那我们比如说 一般人的我们 也许我们听到这样的时候 你没有去想真理的时候 也许会你以为是不以为人的 绝对会的 原因是什么 你的习惯就是从小到现在为止 你的习惯就是这样的一个 仔细有的习惯 地时的习惯 实实在在的就是地时成立的一个习惯 就是依然存在 所以它就一直排斥 不让你了解这些的缘起 对不对 就是这个 所以决定性的存在的话 什么样的条件下才能叫做一个决定性 对 决定性就是 它完全从自己方面成立了一个当度的 不需要依赖任何依靠任何的其他的法 从自己方面就成立了一个当度法的话 这个叫做一个决定性 对不对 相对性是什么意思 它没有这种的当度的 这个都是一个依赖其他的 必须要依赖其他的 除了自己之外的其他的法 这样的需要依赖其他的法者 叫做一个相对性 那你看我们老子在他的道德经 应该是道德经里面提到的 六个对比或者什么什么 它还讲什么 缠与短 对不对 重与轻 等等还有 反正有点忘记了 反正就是六个对比或者什么什么的 那你这样的看起来 我举例来讲 我们观念当中 永远都是一个独立的一个禅喜存在的 知道吗 不需要依靠其他的法 当度的一个禅喜存在的 我们的概念当中 我们思想当中 而禅喜是什么 永远都是这样的 没有透过真理去思维推理的时候 你永远这种概念存在的 那我举例来讲 那这个世界上禅喜的是什么 你猜去想 老子为什么提到缠与短 对不对 缠喜就是一定要另外一个 相较起来才可以叫做一个缠或者是短 不然的话 当度的一个就是缠或者是短 我们没办法判断 对不对 如果你找到了一个缠喜 你以为是缠喜 还有比他缠的东西存在 对不对 那你找到了一个短 还有比他短的东西还存在 那短是什么 缠是什么 缠短是一个相对性的 对就是这个 那所以没有决定性的道理 都是一个成立自己必须要依赖其他的法 对不对 比如说我们有的时候 产修这样的修业比较好的 比如先观察我们自己 对不对 当然是这样子嘛 对中观的道理也是这样子 我们一开始了解 去了解自己的时候 先去了解人无我 了解人无我之后才能理解法无我 对就是这个 那人无我是我们理解 要理解人无我的时候 人无我是什么 意思是人不存在吗 绝对不是这个意思 人无我的意思说 没有决定性的人 简单来讲 没有决定性的人 没有决定性的人 所以没有决定性就是我们平常同属的话 那佛法上应用的话 就是没有自信有的人 没有地势成立的人 就是这个意思 对不对 那没有自信成立 没有地势成立 没有决定性的人的主要的原因是什么 人本身是缘起啊 人本身是缘起 但不可能是一个地势成立 不可能自信成立 又不可能决定性的 好 就是这样 那所以这个是我们不要嘴巴讲讲而已 我们一定要有所观察一下 那如何去观察 在《入中论》当中讲了一个七个比喻 透由七种的不同的比喻来观察 对马车 当然是我们越成立是他们时代 当然是交通工具是比较少了 所以只有马车 扭车 没有飞机 对不对 所以它就是比较少 大概都是瓶子 柱子 还有马车 扭车 类似这样的比喻 那现在多得多嘛 例子多 那如果他们这些的大致就是 还是按照于这个世界的话 那现在他们作作论点的话 非常方便多了 对不对 电脑啊 手表啊 手机啊 飞机啊 指示机啊 火车啊 高铁啊 反正就 这些比喻太多了 对不对 也许我们厚厚厚一点 应该是一百两百年之后 那些的人又 现在我们踢马车一样的 也许他们的科技越来越发达 以后就是变成怎么样的 我们也不知道 这是无法想象的 知道吗 你看三十年前 我也听说过了 有些人说人和人之间 所以看那个电脑里面 所以彼此之间就是可以看 看着就是讲话 真的是我一开始听到说我不相信 不可能 对不对 那你看 已经实现了 对 其实没有什么不可能的吧 对不对 这是我自己有的幼稚吧 OK 那所以先我们观察一下自己 对 他在《入中类》当中讲的 我们一开始观察马车的时候 你看我们没有去透过谨慎的态度来去思想的话 我们脑子里面永远都是一个 当独绝对性的一个马车存在的 这是我们的习惯 比如说我举例来讲 马车的时候 我们大概有脑子里面出现了一个丑像 对不对 那现在的话 我的车 我的车的颜色 形状 都显现出来 还是我们绝对性的一个车的概念很强的 我有一辆车 对不对 那这样的显现出来说 那这样的显现出来说 几天讲说 轮子也不是车 轴轴也不是车 对不对 那里面的所有的临界都不是车 如果轮子是车的话 它也讲到入中的当中 那你就是马车晒开了 它的就是上落一地的时候 那到处都有马车吗 没有啊 我们对它不会产生了一个马车的概念嘛 这里有轮子 那里有主轴 这里是什么 就只有这样的概念而已 完全不会说 这个是马车 那组合起来了以后 才对它产生了一个 哇 这里有马车 对不对 那现在的车子也是一样的 你看一开始生产的时候 在工厂里面生产的时候 有些地方轮子 有些地方什么什么 外观都是分辨 分辨就是不同的地方造出来的 那全部的临界都是弄好了以后 就是组合起来 那组合起来以后 才对它产生了一种车子的概念 对不对 那这样的时候我们就想一想 车轮也是不是车 车子外观也是不是 形状也是不是 那里面的各种油箱等等 这样的一个零件都是不是 一个一个上出来的时候 车就找不到了 对不对 找不到嘛 这些都不是一个车 这个组合起来的时候 这个组合起来的时候 依靠了这些的东西 我们平常讲 试色 案例 取了一个名字 这个是车子 才有对它产生的一个车 都干颜存在 对不对 那这个东西上面 在尊本受缘 研究探讨的时候 终于我们找不到一个具体的车 这个意味着是什么 没有决定的一个车子 就是这个意思 但是没有决定性的车子 并不代表是车子不存在的 所以这个是一个 龙肃及岳城他们特有的一个概念 真理就是这个 比如说我举例来讲 我们一定要有这种概念 不然的话就是很危险的 一切法无我 无自信 那一切法都是不存在吗 绝对不是 一切法都是存在的 一切法无我 一切法无自信 并不代表是不存在 就是这个 我刚才前面讲的 一切法无决定性的 并不代表是不存在 一模一样的 我们就是同样的道理 一直累一腿 刚才我们如前所说的 没有决定性的车 原因是什么 车子一定要依赖着 车子以外的其他的东西 而成立这个东西 它没办法车子 本来就是从它方面成立了一个 决定性的车子存在 是不可能的 绝对没有 对不对 非常精彩 因为慢慢去观察一下 越观察就越精彩 确实这样就管 那所以同样的道理 一直累推 比如说我们修无我的时候 当然是最强 就是我们修行百事 就是一个降伏烦恼 对不对 降伏烦恼最有利益的 最有力量的 强以有力的对质是什么 通道无我的质 本来就是 原因是什么 本来就是 融合的根本是我质 我质的指尖对质者 就是一个无我 通道无我的质 那如果你不关凶无我的话 你就不能了解无我的 我们不能了解无我的话 你得不到一个通道无我的质 所以你一定要观察无我 对不对 如果我们有生之念 真的没有办法得到一个 通道无我的质的话 最起码内心一定要有 一个思察意 思察意就是 大概无有颠倒的一个概念 无我的看法 一定要有 这是我们死亡无常现象的时候 对自己有 密续当中来讲的话 对自己有极大的帮助 就是这个 一定要有无我的概念 正确的无我的概念 那如果你想说 我就是概念 就是什么都不存在 这样的话 那就威胁了 你安住于断戒了 那什么都不存在的话 那就毛对嘛 对不对 那解脱不存在吗 那解脱不存在的话 你为什么追求解脱呢 你永远得不到 就像是虚空的花朵 我跟兔角一样的 对不对 下世也不存在吗 下世不存在的话 你为什么现在准备呢 对不对 不必吧 不是这个 所以刚才我们前面讲的 没有决定性 没有地势成立 没有自细成立 所以一切法都是无我 就是这个意思 所以我们在心机当中 一开始我们念到的就是 召戒无欲皆空 你看 召戒无欲皆空 我们藏文版的话 完整的藏文版的话 它就是 召戒无欲自细皆空 就是加了一个自信 藏文版里面 那中文里面神调了吗 没有了 所以召戒无欲皆空 你看没有加自信的时候 那就一般人如意无悔 对于召戒无欲自细皆空的意思说 观召到无欲都是无自信 都是无自信的空 就是这个意思 看到了无自信的空 原因是什么 无欲都是没有决定性的 就是这个 没有地势成立 没有自信成立 所以无欲都是自信空的 就是这个意思 自信空 并不代表是不存在的 好 这样的一个同样的道理来 我们时时刻刻都是 晚点去观察 自己的身上 这是真的很好的 比如说我们举例来讲 我们平常 强烈的信息烦恼的 主要的原因 是我们把自己当作一个实有的 地势成立的 自己有的我 这种的看法很强 所以其他的烦恼就是反不胜法的 强烈的随之而来的 所以我们就是晚点去观察 比如说我们举例来讲 平常讲 摄 受 想 行 事 无欲 对不对 每一个都有五欲 对 除了无色界的众生之外 几乎都有五欲 对不对 色欲 想欲 受欲 行欲 事欲 五欲都存在 那你看我们 你行程也好 你就是变成为一个 比如说我举例来讲 举个例子比较好的 陈先生也好 林小姐也好 葛西也好 总统也好 那些的都是我们如何行程 你就观察一下 知道吗 比如说我们就是先我们陈先生 谁不知道啊 反正就是陈先生 所以华尔世界陈先生太多了 对不对 所以西藏人的社会 几乎都找不到陈先生了 OK 陈先生的话 那什么时候他变成陈先生了 你想想他 他一生下来 在妈妈的怀里 他就是陈先生吗 不是吗 对不对 那如果他在妈妈怀里的时候 陈先生的话 那我们应该知道啊 他是陈先生 谁都不知道 对他产生 绝对不会对他产生 一个陈先生的概念啊 绝对不会了 对不对 那生下来 一儿的时候 那如果我们就华人比较 我听说了 常常是不是这样不知道 所以爸爸妈妈取的名字 对不对 我们战人的话 几乎都是上师取的名字 对 这是不一样的 所以 湛人的名字 都由佛教的名下有关的 几乎都 对 那所以华人的名字都花 什么 花的什么什么山的什么什么都有关的吧 木啊什么什么对不对 所以这个时候我们自己的生活环境不一样的 习惯文化不一样 所以就是这样子 那不管是怎么样 这个是取名字是名字而已 举例来讲 陈先生是什么时候形成的 他生下来的时候 他已经无欲具足了 摄受相反吧 受相形事都具足了 依赖者 他的无欲 而爸爸妈妈取名字也好 所以上师取名字也好 都一样的 所以 取了一个名字 对不对 所以他姓陈的话 陈什么什么 无斗陈什么什么 反正就是去了一个名字的时候 去名字之后 所以慢慢就理解他的人 所以对他产生了一种概念 陈什么什么的就是陈 灵什么什么就是他 就是有点才能产生了一种概念 对不对 那如果无迷的话 没有迷的话 只是我们就是看到一个人 人的名字是共同的名字 所以本来就是早就去了 那如果一开始人的名字 发明的人名字 没有去名字 一个胡子的名字的话 那现在我们都是胡子 对不对 胡子去了一个人 我们去了一个胡子的话 那我们都是认为我是胡子 你看人都是 你看就是类似就是 孤内伪就是畜生 对不对 那你看这些的哲学或者概念 你思维一下 这是你学佛上必须要思维的 对自己有极大的帮助 对不对 实际的情况我们一定要了解 对实际的情况了解的话 那你史修上绝对会产生那种信心 应该是我这样做才能得到正确的一个结果 就是有心理有就是非常有就是一个强烈的一个产生这样的一个信心 那现在全部都模糊 对不对 比如说我们有的时候 过去的大成就他们 教育就是这样讲的 他们说有的时候一直思维也无法通达内容 一直修之也不能证得证悟的话 那我们怎么办呢 就是这样 所以你看有些的 有的时候我们就是不断的听 还是就不断的思维 就不能了解它的内容 不断的尽量去修 但是无法证悟的 得不到任何的结果 所以那个时候 所以我们小业障 一定要积累福德资料 比如说我们再来就是三大师来讲到 普遍性的讲法就是这样子 你学习一网 形容词 学习一网 一定要积累一盘的福德 学习是非常殊胜的 所以学习一网 它的互对必须要基础 很大的一个福德资料来就是重办 你福报不够的话 你就是学不成的 就是这个意思 那很多人就是我们学世界知识一样的 也许有这样的概念 哎呀就是听听学习 不需要福德资料 就是学学就会懂的一感觉 这也是不一定的 所以学习佛法 是我们完全不像学习世界的法 这个里面讲到的都是一个 对自己深深事实有意义的事情 那我们世界的知识的话 只是你对于自己的生活上 方便的一个方法而已 除了这个之外没有其他 其到作用 差别就是这个 好 所以我们就是这样子思维观察 我就是什么 我是格西 格西就是一个取名字 依靠着格西的物欲 而安利为格西 所以辨认出它是一个格西来 我们概念当中有个格西的概念 但是它的物欲当中 我们追本溯源的时候 哪一个是格西 真正的绝对性的格西 我们找不到 那你们找得到吗 对不对 你想想看 对不对 我的头发也不是我 我的皮肤也不是我 我的头也不是 眼睛也不是 鼻子也不是 那我的手也不是 脚也不是 那肾 肺 肝都不是 大肠也不是 那我在哪里 对不对 所以你没有正确的道理 来去思维的时候 我们平常史有的 地是成了一个 知识有的概念非常强 这个由于什么样的概念 导致形成这种概念呢 这是恶我指 平常我们讲的 法我指跟人我指 所带来给你的一个习惯 就是这个 非常深厚的 非常坚固的 就是这个 所以能破除这两个概念 必须要有通道无我 这样的一个佛教 重中之中的主要的原因就是这个 这个大家都一定要知道 好 好 那大概就是这个意思 好 那再来 佛者后下就是竞争 不能安忍而生嫉妒 那我们忍不住了 擦身的嫉妒 对 这都是我们时时刻刻 比如说我们身为一个修行者 尤其是佛弟子 我们自己也认为是佛弟子 当然是谁也没办法 马上就是成佛 马上就嫉妒了 不可能的 从未有过的 过去没有 出来没有有过的 现在没有的 将来也不会有的 对不对 不管是怎么样 我们就是只有一苦戏在 还是一定要努力向前 一定要尽自己 另一手能力去做 比如说我们比如举例来讲 哎呀 这个菩萨系 我是反复了 做不到的 前面几天不在讲什么 这些都是一个懒斗 劝弄懒斗 这是对你不利的 绝对不要有这样的一个想法 这是对自己的不利的 那你就是 这个俗话的话 我举例来讲 对不对 哎呀 我是反复了 就得不到 做不到了 就是不去不去做 就练是这样 对不对 那所以 这个比喻更好的很多了 我们生活上来讲的话 哎呀 我现在就反复了 什么都不懂了 没有能力了 不要去赚钱了 那再到没有天地 那不赚钱你就饿死了 就是这个 对不对 不管是怎么样 一定要就 蚂蚁也是去寻找 但是它也能知识起立 我们是人类 这种的想法是 绝对对自己 害自己 不是一个帮助自己 对所以我刚才 我们前面讲的 解脱轮回 旧经念派是 确实从一方面来讲的 非常遥远的 但是我们 不要放弃 遥远 我算了 那永远都是原地踏步 没办法进步 我们也承认 生生世世 如果你只有今生 离佛远和远 那就是放弃了 只有今生 死了以后就是洗面一样 灯就是洗面一样 什么都没有 那这样的话 大概就是我今天 付出多少也是 没有什么结果的 对不对 不是这样的 我们承认就是 达到佛地之间 我们的后续永远 永远不会中断的 它续流 一直流到佛地去了 对不对 这样的承认之后 所以今生就没办法得到的话 还是我们 有下一辈子 也有下一辈子 有希望 对不对 这样的话就是 走一步 进一步 走二步 进二步 反正一定要这样算 就像是一个 印度人做生意一样 这个事你们不知道 印度人做生意 你们知道吗 去过印度的人才知道 印度很多的地方 路上 马路旁边 他们小小的草屋 小小的 只是遮阳 应该是遮鱼是不可能的 草屋了 下面它就是 雕了一串香蕉 前面就是放了一些的 一香就是 那个烟包 他就是一整腿 就是等待 做这个生意 有些人来就是 买了一根香蕉 两根 还有就是 一根烟 就是类似这样的 做生意的 他不会放弃的 这个时候可以养自己 做这样的生意 那后来就这样的 十年 十五年以后 他妈妈就是 盖起房子来了 知道吗 所以一开始去 他嘴巴没有那么大 他一点一点的 就是一步 他又没有很大的能力 一下子就是付出很多钱的话 他也没有 他所以他不放弃 一滴一滴的 累积起来 他一定就是 累积起来很多很多了 反正就是这样 那我们不是这样 对不对 如果你一串香蕉 放在那里 一整天等待就是 那个 待客 那就 我们台湾人的话 应该是一个小时 就绝对不会的 马上就走了 所以这个是不放弃 每次都这样的 就尽量去做的话 肯定会终于得到 很好的结果 我小的时候 去上学的时候 一个老师 所以他常常我们 鼓励我们 一句话 这是我非常 那个印象很深刻 老师叫做习老师 我们叫做一个习老师 他是一个男 他脾气不太好 所以我调皮的 常常 拜他打 对 那他就是 常常鼓励我们的 就是说 他 一个 巧避的原石山 这个原石山 那里有一个 旧阴的窝 旧一窝 那旧一窝 这个里面有就是 比如说 当然是有蛋 对不对 所以 这个旧阴 他中午也好 晚上也好 早上也好 差不多三次飞出去了 他飞出去 找食物 再回来 就是还是 窝蛋 然后那个时间 就是他飞的地方 就是每次飞的地方 是一样的 他飞这样的 歪过去的时候 他每次翅膀 就是触目到 那个 眼神上的 那个边边 然后飞来飞去 每次都摸到那里 说 久久之之后 就窝下去了 我们小的时候真的是 老是一直讲 你看 我们是人啊 每天都 努力奋斗的话 肯定会 以后就得到 更好的结果 那你看 我们一般人想 哎哟 原始杀很硬 对不对 那旧硬的翅膀 那个羽毛 也是很柔软的 他怎么可能 碰到这个 原始杀就摩下去 不可能对吧 对不对 你们不要想这样子 所以那个 你看 海边 海边的大石头 就是每次都 海浪冲过来的 不断地冲击的时候 水是非常柔软 但是久久之之后 就这个凹下去 知道吗 那我们人类的智慧 是怎么样 每天都 巧 每天都就是 对着 不断地对着 思维的时候 肯定会摧毁烦恼 对不对 那我们就是 好以勿劳 我平常 我跟大家讲的 这个是一个 关键不正确的 比如说 好以勿劳是什么 想要得到很大的 马上就得到了 很高的 很庞大的 最美的 最好的 但是付出的时候 俺是也太急了 哎哟 很难 讲到得到利益的时候 大家就嘴巴张开了 想要付出的时候 叫嘴巴闭起来了 就累死了 所以这个是不对的 好 那接下来这里 好 福者相互竞争 不能安忍而生嫉妒 实不合理 正式讲好了 那接下来若冤 欢喜悦敌受害 称慧赞慈逝者 这里讲说 纵使敌不喜 如又何喜 那我们一般人的概念 这个是我们 直接改变我们的思想 比如说我们仇敌 是一个形容词 举例来讲 我们平常讲说 你讨厌的一个人的话 你想起办法 就是非常粗鲁的言语 跟他 对他就是 侮辱一下 对不对 所以跟他讲一下 你对他的说话 就是越来越讽刺 越来越厉害的时候 你有点满足感 对不对 你对他的讲话 有点柔软的话 你就是不满意了 对不对 所以他说 重视敌不喜 如果算是你 敌人不喜欢的时候 你喜欢干嘛 你得到了什么 就是这个意思 我们一般人就是说 敌人痛苦的时候 我们就开心 对不对 我看到敌人痛苦 非常高兴 我看到我讨厌的人 他就是不信的 我很高兴 这是一般人的概念 非常非常不利的 这种非常不好的想法 对不对 对吧 这个是我们平常讲的 随人立即 就是想法 当然是你被面上 随人立即了 但是这个是随即 随人随即 完全不是随人立即的 肯定会这样子 那所以 重视敌不喜 就算是敌人不喜欢的话 如又有何行 你有什么欢喜呢 对不对 你对你有什么好处呢 就是这个意思 OK 重视月顶不喜 不乐 然如与此 又有何行 对 就是这个意思 愚辱无益 对 对你来讲 一点好处 好意的益处都没有了 凡有害过 反而是杀害你 对不对 比如说我举例来讲 平常我们讲 心灾热厚 对不对 心灾热厚就是这个 心灾热厚就是 我们看到自己讨厌的人 不喜欢的人 领受痛苦 生病 他就是 反正就是随害自己的 反正就是各种各种各样的 这样的随害自己各种各样的时候 我们看到他 现在面临到这样的一个局面的时候 心里就很高兴起来了 对不对 所以这个叫做一个心灾热厚嘛 对不对 那所以这种的想法 你以为是这个是很高兴的事情 绝对不是 对 你对他产生了这样的一个心灾热厚态度的话 这个是危害你 伤害你 原因是什么呢 这是恶心啊 不是好心嘛 对不对 看到他人受苦受难 你心里就很高兴的话 这个是恶 不是善 所以这个是这种的想法就是伤害到你 就是这个意思 就是这个意思 OK 凡有害过 就是这个意思 那再来 科判的话 请害敌心与彼无损 那这些都是一个道理 齐天菩萨就是我们 实修上如何去实修 确实我之前也讲过 实修就是本身是一个内心改善 对不对 实修本身是内心改善了 对 不关是一个嘴巴念念而已 但是主要的实修就是一定要改善 一定要无有颠倒的一个正见 看法 所以内心的拥有的颠倒错乱 不正确的想法一定要减少 这个是叫做一个实修实践 然后简单来讲的话 你看我们就是一个根据是 在星期当中也提到了 一波罗波罗蜜多故 心无怪无怪故 无有恐怖远离颠倒梦想 究竟涅槃 你看这里讲远离颠倒梦想 才能够你就是依靠着 波罗蜜多的话 才能够你远离一切的颠倒式 错乱式 就像是一个梦式一般的 所有的颠倒式 如果你远离一切的颠倒式的话 那你得到了什么呢 得到了究竟涅槃 就像是上师诸佛一样 就是这个意思 就是这个是我们 比如说一般人的概念 我们比如说想想看 你的身旁的人 或者其他的人 这个社会现在变成怎么样的 我们先想想看 过去的大臣就是他们如此 这样的一个修行的 比如说自己包容 一些受到世界人所谓的一个伤害 危害的时候 我们自己修包容 安忍 对 你对待他人的时候 善待他人 关怀他人 对 看到别人受苦受难的时候 我们也一定要有同情心 对 我们平时讲 以自己亲身的感受 来去替别人着想 最起码一定要有这样的心 那这样的慢慢的 就是培养自己的此心 悲心的时候 希望他具有快乐的因素 希望远离一切的苦因及苦恼 这样的就是 对别人去思维的时候 那你真正的一个 能走上了一个实修的道路上 这个叫做 米副其实的一个实修 对不对 那如果这些的 就是你做不大的话 你嘴巴念了什么 非常高大之下的 我刚才前面讲的 百字明咒 无切与上无切与下与 无善与其序的咒语 咒了什么语 你念了什么语咒语 一点好处都没有 绝对没有 对不对 为什么没有呢 你想想看 平常我们念咒语的时候 了解所念的咒语的内容 搭配着内心产生力 同样的一个心态 嘴巴也念 心里也去想才有效果 对不对 那我们现在不需要啊 心里忽疏乱想 嘴巴念 身体配合 就是流于形式 就是这个 那这个是你没有修到真正的正法 对不对 所以这些的道理一定要懂 当然是这个是 放下头到立地成佛是不可能 但是我们尽自己 令所能及去 尽量去改善 对 我们一定要检点自己的生育的行为 对不对 当然是我们都有 三界轮回当中的所有的宗生 一定有缺点了 比如说我们看到别人的缺点的时候 一直看他的缺点方面来去看 这是不对的 你晚点去观察一下 你看到别人的缺点的时候 晚点去观察 你自己有没有跟他同样的一个过坏 绝对有了 那时候你绝对不会 不敢去批评他人 哎呀我也有了 不要批评了 会不会 这是一个唏嘘嘛 对不对 这个也是对自己有帮助 那所以我们自己看不到自己的 没有去寻找自己的缺点的时候 往往看到别人的 只是看到别人的缺点的时候 就往往看到别人的缺点的时候 那你这个也是障碍到你的修训 对不对 那所以三界之中 神没有缺点 神没有过失 连出地菩萨都有过失 缺失 对不对 那如果谁来告诉我们说 出地菩萨没有过失 那出地菩萨原力一切过失的话 那为什么不像佛呢 绝对是不对 你看出地菩萨打到了什么样的境界的时候 才可以原力一切的烦恼 打到八地的境界的时候 才原力烦恼 还没有断出所知战 只有原力烦恼而已 还没有彻底解决所知战 还是不能成佛的 那所以我们三界灵魂当中 众生一定有过坏 过失 所以我们不要看到 某某的众生的缺点的时候 不要一直想 哎呀他有很多什么过坏缺点什么 那那个时候你晚点去观察 自己有没有 平常我们讲他善知识可以工作 他善知识可以工作 当然这个是很好的用法 你看到人家的缺点的时候 这个缺点拿起来 寻找自己的身上有没有同样的过程 有的话你就反省 没有的话赞叹自己 就对了 对 所以我们日常生活当中 我们思想一定要改变 如果你不能思想不能改变的话 绝对是你从小到现在为止的 习惯是一如万息的 始终如意的 没有改变的 那这样都不行了 绝对不行 尽量去改善 OK 那这里讲说 极有辱心盼 盼万的盼 好 极有辱心盼 不成水太阴 如果你内心一直想希望他 希望他被他受水害 不幸的都是落到他的头上 你想一直心里盼 就是盼就是盼万 对不对 一直希望 在他的身上发生了很多不幸的事情 都是希望能够在于他的身上发生 一直想 但是你这样的盼望 变成为他的损害的因吗 不可能的 你只是想想而已 他也绝对不会受到这样的损害 那这样的话 你盼望是一个虚化 没有意义的 对不对 如果以前我们古代的时候 本教 我听说了 这个历史上有很多 以前古道的时候 比如说奔教 或者很多的寺庙 彼此之间就是 诅咒 知道吗 做了很多的 多嘛 狮子多嘛 还有就是诅咒 所以反正就是类似这样的 彼此之间 那这个是蓄流海 应该有些地方存在 那你看我们这个是中国的 道教有没有这个 类似有啊 你看 所以一条纸上面写了画 一些什么什么 人习啊 什么 又很多的手艺嘛 对不对 这是做什么 走重就是这个 对啊 这些都是 没有什么的 所以今天古代讲说 极有乳系判 不成随他赢 你只是希望 他就是随害 他生病了 他不信 一直想一直想 你这个是盼望 是不会 绝对不会变成为 他的随害的因素 所以呢 你只是自己 就是损害自己而已啊 就是这个意思 这个也是我们平常一般人 必须要改变的地方 对不对 我不能说就是 我们 你们都有这样子 所以我绝对不是这样子 但是你想想看 如果你拥有这样的心态的话 绝对 绝对 改双 不要有这样的心态 对不对 不管是什么样 比如说我们很多的派系啊 派别啊 还有自己跟他人啊 我们内心就区分了很多的时候 容易产生这种概念 比如说我举例来讲 我是哪一派的 你是哪一派的 那派别 之间有竞争的时候 那绝对会当下你产生的这种概念 他说 他败 我赢 希望 他败得很长 我败得让我开心 那你看看 这些都是这个 一模一样 你永远都是想要都是自己的利益 他人的败那个随害 他人的失败嘛 对不对 这个是不好的 好 好 极有辱心 盼敌受害 你看 我们希望就是 一直心里希望就是 哎呀 敌人受伤害啊 受伤害啊 类似这样的想 赤不能成随他因故 你看 他不能变成为 随害他里的因素啊 故就是因此之故呢 如所欲事 无法成办 你这样的思想 永远不会成办 只是自希望想而已啊 就是这个意思 故不一成 对就是这个 好 那接下来 不亦欢喜 不亦欢喜怒敌受害 就是这个 纵能满如月 他哭如何 何喜 你看 接着讲 今天不是道理 我是告诉我们的 反正 他说 就算 纵实 纵实就是就算 对不对 就算是 你所想要的 盼望的 就是已经 满自己的悦了 已经成功了 他人受苦了 那你看到 他人受苦的时候 如何喜 对啊 你怎么得到快乐呢 对就是这个 乳念 乳念就是我们 你如此想 你这样想 就是乳念 就是这个意思 月顶难堪 对月顶难堪 众生能满如月 就算是一个 你满自己的月 离他受苦 让他受苦 他得到了苦恼 然如有何意可喜 对 如有何 有何可喜 对 全无少许利益 一点利益都没有了 对 不但没有利益 反而是对自己 有伤害的 对 这种想法 好 那接下来 若喜此事 将成极深大苦之音 科判就是这个 那寄送的话 若未满我月 其由教此三 对 那再来 烦恼与福 与福正 好 你们念直 我念直 四身了 两个都有 你看看 字典 不要那么固执 我刚才讲的 就是对吧 对不对 我们念的错 你说不对 你念的 开玩笑了 我念的就是我 观察确定之后才念的 知道吗 有没有正 知 四身 知 自由 对 但是就是不同的 那个比如举例来讲 我们台湾 或者真正的北京 这个地方有 肯定有差很大了 有的时候 比如说我们平常讲 心事 四身 大陆也 心识 我们想 我汉 我和 所以不要在意说 这个是直 不要念直 我 看我一下 只是我跟你们讲讲而已 所以我就是观察过了 对 为什么这样呢 比如说 我们不能说 台湾的念法对 大陆都不对 大陆都对 台湾都不对 绝对不可以这样说的 语言本身是一个 让 众生了解它的内容 语言 就是意义足 已经圆满了 对 所以我们不能决定说 我们念法都是对 除了这个之外 绝对不可以念 其他的方法 这个是不对的 不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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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意思是说 我和你 大陆你也就是我和你 我们就是我汉你 一样的意思 这个是我们党 赞我的话党的意思 我和你 我汉你 绝对是这个 OK 没有问题了 这是我们 这是逗一逗而已 讨论讨论一下 这比较好 OK 那所以若为 若为满五月 对 如果算是满你的月 对 你这样的期盼 满你的月的话 岂有教词善 没有比这个对 更傻的 对 更伤害的 就是这个 反正就是这个 一个云调 讲话的强调而已 没有比这个对自己 更伤害的 这是对自己 有很大的伤害 那原因是什么呢 讲了一些比喻 比喻是什么 烦恼 欲服 你们说指 我念是正 我们刚才就是念的就是正 那所以我就是配合你们 你们比较投票 比较多的 你们赢了 今天你们赢了 烦恼欲服 指 那烦恼欲服 他这里就是讲了一个 比喻的意义 烦恼就是就像是 雨服一样的 雨服是谁 钓鱼的人 捕鱼的人 叫做雨服 那烦恼就像是雨服 非常非常锋利的钩 锋利的钩 就是那个钓鱼的这个钩 对不对 挑钩 挑钩 钩 这个钩 对 恐怖锋利钩 就是这个 这个直代表是一个抓的意思 抓住 所以挑钩来就是抓你 就是锋利的挑钩来抓你 抓你以后 你就是放在哪里呢 我置于浴锅 对 放在 安置于就是地狱的锅里面 那所以这个意义就是这个 比如说举例来讲 烦恼就是与夫一样的 烦恼就是把我们抓 抓 抓了以后 我们就是放在哪里呢 安置于地狱的锅里面去了 烦恼的做法就是这个意思 先我一一讲 那补鱼是什么呢 补鱼是简单 我们一般人 补鱼的人 钓鱼的人 就是这样 他就是钓鱼 鱼 鱼钓到了以后 就是鱼安置于哪里 锅里面 拆锅里面 对不对 就是这个意思 OK 那谁来主呢 当然是厨师嘛 对不对 你看 狱卒 喷我神 不只是竹啦 这个是喷 喷条 哇 好恐怖了 熬 熬在这个锅里 喷跟竹 有点差别嘛 竹就是你开竹 竹鬼了以后就可以结束了 喷的话它就是熬 一直熬这个锅里面 这个是喷的 所以呢 狱卒喷我神 狱卒就是地狱的 所有的狱卒 比如说 惩罚你的人 对 就是这个的狱卒 对 狱卒 喷我神 就是这个意思 若为 月顶受害 那所以我们的 刚才我们前面讲的 月顶受害 所以我们自己 不仅仅是敌人 或者社会上 自己不喜欢的一个人的话 你绝对不要心里想说 哎哟 不信的都是落到他的头上 希望他受受害 绝对不要想 这是不好的 这是 几天不算讲的 你这种的盼望 你这种的希望 绝对不会变成 他损害他的因素 这是完全随即的 杀害到自己 为什么呢 这是一个反心 烦恼的心 你一直不断地想的时候 你造很大的恶业 导致这个就像是烦恼 就像是渔夫一样的 我们是鱼一样的 他这样子钓鱼 我们钓了以后 钓到了以后 他就是安置于锅里面 足一样的 他就是烦恼 把我们安置于 就是一个地狱的锅里面 那一足来就足吧 就是这个意思 OK 能圆满我愿 其有其余翻遍 叫刺 猛力 猛力害心 便伤我者 对 确实没有比这个 伤害够我的 最大的过坏 没有 就是这个 刺将利我 剁恶去故 原因是什么呢 由于他 让我 剁入恶去 对 就是这个 这样的缘故 譬如 渔夫以 以 钩钓鱼 并 喷走 之 对 如是称的 烦恼渔夫 对 投掷 强烈 害心 恶业 铁钩 此钩 恐怖 锋利 我定 照此所指 照此所指 对 照此所指 其后 地狱欲足 卓我至于 有情地狱至通过中 这个不是铁钩了 通过 地狱也有通过 通过中 烹灼我身 OK 这是好笑 那接下来 或曰 那这里讲说 若占赞扬我者 心则不行 好 由赞扬成事 非成福 贞寿 非利无弊 亦不令生乐 我若赞自利 赞扬又何以 对 我若是自利 赞扬又何以 那这个里面讲的就是 又我们一般来的毛病就是这个 所以 几天菩萨就是希望 我们要改 如果你这样的改的话 确实是我们痛苦 减少了很多的痛苦的因素 为什么这样呢 我们一直追求别人的赞扬 对不对 你看 不管是谁 希望能够得到他人的肯定赞扬 我刚才前面讲的 有一点就是偷偷摸摸的 或者是赞扬也好 只有一天这个赞扬雨 就是进到你的耳朵里面来的时候 很舒服 对不对 有的时候大命就是赞扬你的时候 还是就是心里很高 开心了 对不对 但是这个是虚化 没有意义的 有什么意义 人家跟你说 哦 你就像是花 了解吗 好漂亮 就像好如花一般的 你就像花吗 不可能 人家说 哎哟 你丑陋 就像鬼一般的 你变成就是这样丑陋吗 不可能的吧 道理前面讲过 但是这个真理 我们明明是大概都是知道 但是还是忍不住了 奇怪嘛 对不对 比如说举例来讲 不论是他人的赞扬 或者是一个批评 我本身不会变成为 跟谁就是别人的赞扬 而有所改变的 那这样的话 你为什么在意呢 这个也是我们平常 受 临受痛苦的因素之一了 你想想看 你一直追求 他人的赞扬的时候 那他人的赞扬 是很辛苦的 知道吗 我们一般人的过坏 就是批评是自如的 赞扬是非常非常辛苦的 知道吗 那这样的情况下 你不要追求赞扬了 是毫无意义的 所以吉天博尚讲说道理 他这里讲说 由赞扬成事 成事就是这个成事 就是有点类似这样的 所以服务你 或者我呼吸处理你的事情 类似这样的 所以赞扬成事 这个赞扬的言语 非诚服或者征受 他说 人家赞扬的时候 你的福报越来大吗 如果大的话 你这也不能怪你 如果你生命越来越长吗 你的生命增加了吗 那你生命增加的话 那就你这也不能怪你啊 对不对 你也想要福报 你也就是想要 生命越来越长 那人家赞扬的时候 你生命越长的话 那你一定要追求 他里得赞扬吗 这个没有错 我们要的东西就是这个 但是不是这个 所以他就说 非诚服 真受 就是这个意思 你的福报也不会大的 你的生命也不会越来越长的 那再来费力 对不对 他不会给你一个力量 那再来无病因 他也绝对不会就变成 你的无病的因 受到他的赞扬之后 你不会生病吗 对不对 就是不会无病因 绝对不可能 亦不令生乐 也不会让你身体快乐 绝对不会的 就是这个意思 那所以呢 我若是自立 如果你是 是就是了解的意思 如果你认识自己的力量的话 自立的话 你如果你认识 或者了解自己的自立的话 赞业有何意 那赞业有什么何意 有什么用呢 对不对 就是这个意思 好 那接下来 单面赞叹 有些人就是我们单面就赞叹 有些人私下沉阳 等诸成事 有些人就是私底下为他 反正就是赞业很多很多 就是类似这样的城市 与知诸师父所欲无事 那我们师父所欲求的 五种的事情 由比非能成面福德 所以呢 由于这种的赞严语 绝对不会变成为我们的福德 对不对 就是这个意思 那再来 非能征受 你的生命也是不会增加的 分为增长 五力之因 它也不会增加了你的 个人的力量的之因了 不会的 非无病因 也不会变成为你的 无病之因 亦不利生安乐 也不会让你的身体的快乐 因此之故呢 我若能辨识是否可成自利 那我们认不认识 自己的力量 自利 对 则比赞扬 有何利益 那你认识的话 这样的赞扬 对你有什么好处呢 对 全无少许之利 一点好处都没 他的意思是什么呢 吉尼文说 这个是我们不要搞错了 他说 他绝对不是说 你不要赞扬他 这不是这个意思 他说 你不要欲求别人的赞扬 就是这个意思 这两个不一样 当然是我们赞扬别人 赞叹别人 是我们的等恨 我们的好处 这个是绝对 佛不是他们允许的 我们赞扬别人 赞叹别人 是好事 不是坏事 我们自己遵循赞扬 跟他人的 他人对自己的赞扬 或者是这样的事 要求或者欲求 这样的遵循的话 这是不对的 就是这个意思 所以我举个例子 他的道理在哪里 你一直强烈地遵循 一个赞扬的人的时候 绝对人人都 绝对不可能赞扬你 对不对 那有些人批批的时候 想法批批的时候 那你更大的一个伤害了 原因是什么 你想要很想要 就是得到他人的赞扬 你不但没有得到他人的赞扬 反而是遭遇到他人的批批的时候 那就是伤害更大的 那如果相对性来讲 你就是没有那么遵循 你自己他人的赞扬的话 还是人家批批 应该是没有那么 杀杀力没有那么大的 这是我们心理学的角度来看的话 确实这样子 对 所以不要追求他人的赞扬 对 当然是自己赞扬他人是好事 必须要做的 必须要做的 那接下来 无二 不因为求欢喜 只是我们唯一的求 就是一个身心的欢乐 比如说我们今生的身心的欢乐 类似这样子 所以这里讲说 若为图心形 这个图的字是不太好的 对不对 比如说有点贪图 有点执着的一个程度存在的 如果贪弱 贪弱为图心形 如果你内心只是求了一个 执着了一个心形的话 只因赌博 因赌博喝酒 就是类似这样子 所以那个就是 一般我们世界上的欢乐 就是这样子 对 他说为图心形 只因赌博 唱歌跳舞 敬其女子 亦可喝酒 反正这个世界人的概念 大概就是这样子 好 那再来 祈求赞也 全无意义 对就是 那为何名舍财 若即遭伤害 暂时有何意义 时时为胜乐 神生乐 对 非常有道理 他讲了一些道理 你看 祈求赞 他这里讲的就是 我们为了厚得名誉 对不对 你看 我们为了得到了一个名誉 什么都可以舍得起了 你看 舍财 就完全死去的财富 或者连自己秘都不要了 对不对 很多人这样的 对 因为这个世界上 过去也拥有过很多次 现代也有 为了追求自己的名誉 名声 所以什么都可以舍弃了 所以这里讲就是说 为何名舍财 若即遭伤害 如果那种的人容易受到被人家伤害的 对不对 真是有了 确实这样 不然的话 举例来讲 人名声越来越大的时候 需要保镖的原因是什么 对不对 你想想看 恨的人越来越多 对不对 那所以我们现在 没有什么名声的人 小的小 小人 筷子手 所以这个小人就是 中文的话 小人是另外一个名字 所以筷子手 对不对 小人是不好的人 但是我们就是 比如说没有名声的人 普通的人的话 不需要保镖 对不对 一个人就是 走到哪里走偷偷 完全没有恐惧心 悠闲自在 逍遥自在 对不对 多么都开心 那所以这个自在的 奇怪嘛 你看举例来讲 你得到了名声以后 你真的得到了名声以后 你变成就是不自在的 对不对 连你上厕所 一定要人家跟着来 那我们一般人的话 这样的一个人跟着来 我保护你的话 你愿意吗 我们不舒服啊 对不对 不要打扰我的生活了 我们绝对会一般人想 那种的人就是 完全忘记了 打扰自己的身 他怕被人家杀 所以都有很大的代价 所以你看 今天不是他说的 为后名舍财 对 我们就可以舍弃的财富 那有的时候 弱局遭伤害 如果就是被他伤害了 被他人伤害了 就是这个 那那个时候 比如说我们举例来讲 我们一般人怎么讲的 英雄嘛 对不对 军队 所以他就打仗的时候 有些人称他为英雄 他死了以后 那个石碑 上面写他的名字 花的就是献给他 所以大家的就是吹喇叭 就是赞扬他 所以今天不是他就讲的 你看 若即遭伤害 他被人家敌人 已经伤害了 已经死了 那死了以后 暂次有何意 那死了以后 这个赞扬 你的赞扬 赞扬太你的词 对你有什么好处呢 对不对 你猜猜看 有什么好处 OK 暂次有何意 死死谁生了 如果你死了以后 赞扬的词 带来谁就是产生快乐呢 没有啊 赞扬的对价 就是已经离开了世界嘛 对不对 那就没有用了 想说这个词的人就没有了 所以我们人间真的很多人 一般人就是 不是一个实际的情况下 反正就是乱策一团 是想实际的情况下 都是完全是想法的 OK 那你看他的解释 贾扬姐的解释 更清楚的 非其武艺 不仅仅是没有意义而已 还是为火不失者名 对 舍尽财物 为得大英雄是名 而赴战场 你看 如果你就是为了得到 英雄的名声 所以你就是战场 对不对 赴战场 若即遭踏伤害 如果你战场上 被敌人伤害了以后 那所以呢 只赞扬此 又有何意 那如果你 被人家敌人伤害了以后 那所有的人就是 哎哟 英雄 英雄 对不对 歌颂啊 什么什么的 对你有什么好处呢 对不对 你已经就是 离开了 对 就是这个意思 我死末时 你看 我们死了以后 死末的时候 起赞扬此 厉神神了 那我死的时候 赞扬我的这个人是死 让谁快乐呢 对不对 就是这个 快乐 因善思维 我们因善思维 善就是 真的要好好的思维 就是这个意思 善就是好好的思维的意思 所以基督夫上告诉我们 一定要好好的思维 那今天这个阶段 讲到的原因是什么 他说不要嫉妒 不要称慧 不要竞争 对不对 所以这个是我们一定要 日常社会当中 尽量去做 这样的话 你真的变成我 真正的几天菩萨的弟子吧 对不对 应该是让几天菩萨欢喜的 哎呀 我之前著作了 这么大的一个论点 真的 对这些的人 有受到很大的帮助 所以他就让他欢喜 所以他就让他欢喜 他前面有讲过了 他就是说 他前面讲什么呢 我著作自不论的 的目的是什么 他说过去如来他们不曾说过的 我再次也不会说的 但是我绝对不能保证说我 作自不论点的时候 对所有的人有帮助 我绝对不能保证 但是跟我自己相通的一个缘分者的话 对他有极大的帮助 那所以我们都是一个跟他有缘分者 知道吗 所以向几天菩萨起起 所以发愿 那学习这个入习律的过程当中 我们一定要一般就是向他起起 或者顶礼 这样的话 时时刻刻都有 就累积了无数的福德质量 那第二个是我们听 再来思维 再来就是学以致用 尽自己的力所能力 去改变 改善自己的心态 过去有缺陷 不具足的 还有没有充足的地方 一定要就是加强 这样的话 这个是一个最好的学习世界 是非常好的 尤其是今天是非常好的 今天是一个张力四月十五号 今天是一个佛陀成道日 这是吉祥的日子 吉祥的日子里面 我们学到了吉祥的词 对不对 所以佛也告诉我们 吉祥不赛也告诉我们 不要嫉妒 不要称慧 不要竞争 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就是尽量 那绝对不能说马上就就是我们吹 那个蜡烛一样 马上就醒念了 不可能的 我们的习惯就冰冻三次 飞于日之寒 无时以来立即下来的习惯 所以我们尽量能 所以摧毁多少就多少 不要放弃就好了 这样非常好的 OK 那我们就是下个礼拜最后一次 好 今天讲到这里 回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